这种爱国思想在军营中迅速散布开来 年轻军官把石垣当成榜样 争相仿效他的英勇和大胆 并因此做出一连串毫无道理的恐怖攻击行动 1932年5月15日 九名年轻的日本海军军官潜入日本首相官邸 暗杀了首相全仰义 在他们的眼中 全仰义代表了日本腐败的国会制度 当时正好在首相官邸做客的演员卓别林 奇迹似的逃过一劫 他其实也是刺客的目标 因为他们打算和美国开战 卓别林接受媒体访问时有点吃惊 因为他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 虽然罪性重大 但审判是一场闹剧 爱国组织寄了大量写书给法官 最后这些凶手只被判入狱服刑几年而已 山洞团体因为国会受到重创 而鼓掌叫好 政治人物和温和派吓得完全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连天皇也保持沉默 如果他连东京的军队都管不了 又怎么叫得动驻扎在满洲的军队呢 国际联盟也在纳闷这一点 所以他们派遣了由李顿勋爵率领的调查团 调查冲突事件的始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